我是在地新聞 繼續要來講 小孩帶家床的這種優惱 是很多家庭的好棒手 可以幫忙幫小寶寶 搖好睡 不過小寶寶 抽鹹市民上在賣這種優惱 十幾乎有九乎無合格 無合格率是五十九生 有的是那個空太大空 小寶寶的手掌才會去夾到 有的是無知 如果去拿去就避險 小寶寶要求 限期改善 如果上官要發款百五萬 優惱不簡單 安全最要緊 小寶寶寶減市民上這個優惱 十幾乎九乎無合格 有九乎 有的出名的日本白豬 也出問題要求限期改善 違反的人上官可以發一百五十萬 像這個空 如果設計得不好睡 有可能給這個小寶寶 那些精頭卡住了 真危險 他在餐盤的下方 一樣是有一個介於七到十二的間距 那這種間距就是會判定 可能是手指會夾線的地方 一個十二度的平台上 用玻璃當作承載的表面 那測試這個產品 它會不會順下來滑超過兩公分 那像這個產品 它有些可能沒有止滑的設計 它產生滑動只要達兩公分 它就違反規定了 因為它的滑動會造成 小孩子嬰幼兒在上面 造成它的傾倒的危險性 造成它有些孔洞 那麼小的小朋友 他的手指擺在裡面 輕則受一些受傷 重則的話可能會拉傷 可能會造成骨折 要有過明明是在中國生產的 就是大MIT台灣製作的 小博官表示說 因為這些產品 都是生活規程路進行做的 所以說分閒期改善 秋風也表示說 都已經會收處理了 要讓小孩子做好夢 家庭就是外地保安的惡夢來 而是Youtube介紹